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节目 早晨 今天这个主日 我们不能像往常一样 在圣殿聚集 这一切都因为疫情的缘故 但我深信 无法难阻止我们去敬拜上帝 正如耶稣说 如今敬拜父的 是用心灵识神 我们也可以在网络上 用心灵识神敬拜主 今天的礼文 是用这个圣公会的祖套礼文 如果大家希望能够有一份礼文 就可以在网上下载 如果大家不方便的话 也可以在网络上的礼文 已经引出了 大家可以跟着 好 请我们大家用心灵识神 用一个喜乐和敬虔的心 来敬拜主 主下当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 不能像往常一样 来到圣殿聚集 来到一同敬拜 一同和弟兄姊妹交通 一同团契 我们可能都不习惯 但我们深信 我们的敬拜 不欣赚我们的感觉 不欣赚我们的环境 而是全是真是依靠着圣灵的帮助 保护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靠近主 也要求主施福 今天这个的敬拜 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上帝的能灾 得到主的恩怨和安慰 奉耶稣的名逃过 阿们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聚集之先 我们要听主耶稣的话 祂提醒我们 你们要悔改 因为天国近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应当在全能的上帝面前 谦卑的认罪 如今就让我们真的用偏黑 来去省残我们自己 在主前的窥欠 窥欠上帝 窥欠别人 然后我们一起去认罪祈祷 我们同心的认罪祷告 全能至慈悲的天父 我们离开圣道 初行如迷失的羊 我们尚任己义 尚中己欲 违背天父的圣界 当违者不违 不当违者凡违 远离你的恩典 我们便无力行善 主啊 念吻我们 应聚的求主蛇脸 灰改的求主按照主耶稣基督 应许世人的恩 遥述我们 又求至慈悲的父 因耶稣基督的缘故 使我们以后能够尊奉圣父 公义代人 按分受己 荣耀天父的圣灵 咱们 全能至慈悲的上帝 宽恕 并赦免你所犯的罪 使你们有真诚悔改 和生命的更生 并在圣灵里面 得着恩典和安慰 主啊 助我们开口 使我们能用口赞美主 主啊 快快拯救我们 主啊 赶快帮助我们 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 此初如此 现今如此 后来亦如此 永无穷俊 你们要赞美主 愿主的名 得赞美 上主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 来罢 我们要敬拜祂 到来众 来罢 我们要向耶华歌唱 向请教我们的盆石欢呼 我们要来感谢祂 用诗歌向祂欢呼 因为耶华为大神 为大王 超乎万神之上 地的深处在祂手中 山的高峰也是属祂 海洋熟祂 是祂做的 海洋 亦都是祂手所做 来罢 我们要屈膝敬拜 在做我们的遥话面前跪下 因为祂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是祂草场的羊 是祂手下的一文 唯愿你们今天要听祂的话 你们不可硬着心 像当日在迷里巴 就是在抗野的麻煞 那是你们的祖宗是探我 并观看我的作为 四十年之久 我厌犯那世代说 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所以我在路中起誓 说他们断不可 遵阴我的安息 以下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第九章五至四十一节 约翰福音第九章五节 我是世上的时候 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了这话 就套汤没在地上 用汤没没没在核子的眼睛上 对他说 你往西罗亚持子去洗 西罗亚翻出来就是逢妻儿 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他的论诗 和那树上见他土饭的就说 这不是那从前坐着土饭的人吗 有人说是他 又有人说不是 却是像他 他自己说是我 他们对他说 他们对他说 你的眼睛是怎样开的呢 他回答说 有一个人名叫耶稣 他会来抹我的眼睛 对我说 你往西罗亚持子去洗 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他们说 他们说 哪个人在哪里 他说 我不知道 他们把从前核子的眼 从前核眼的人大道 法利塞人 阿里 耶稣和泥 抹他的眼睛的日子 是安食日 法利塞人也问他 是怎样看见的 他只对他们说 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 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法利塞人有的说 这个人不是从上帝来的 因为他不受安食日 又有人说 一个罪人怎样能行这样的神迹呢 他们就起了纷争 他们又对核子说 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 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 他说 是个先知 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核眼 后来能看见的 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 问他们说 这是你们的儿子吗 你们说他生来是核眼的 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 他父母回答说 他是我们的儿子 生来就核眼 这是我们知道的 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 我们却不知道 是谁开了他眼睛 我们也不知道 他已经成了人 你们问他吧 他们 他自己必能说 他父母说到 这话 是怕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 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 要把他赶出回堂 因此他父母说 他已经成了人 你们问他吧 所以法利塞人 第二次叫了那从前核眼的人来 对他说 你该将荣耀归给上帝 我知道这人是个罪人 他说 他是个罪人不是 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我知道 从前我是核眼的 如今能看见了 他们就问他 说 他向你做什么 是怎样 开了你的眼睛呢 他回答说 我方才告别塞了 你们 你们不听 为什么 又要听呢 莫非你们也要作他的门徒吗 他们就骂他说 你是他的门徒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上帝的摩西说话 是我们知道的 只是这个人 我们不知道 他从那里来 那人回答说 他开了我的眼睛 你们竟不知道 他从哪里来 这真是奇怪 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 唯有敬畏上帝 遵行他自意的 上帝才听他 从创西以来 未曾听见 有人把生来 是核子的眼睛开了 这人若不是从上帝来 什么也不能做 他们回答说 你全年生在罪中 还要教训我吗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 后来遇见他 就说 你信上帝的乙子吗 他回答说 主啊 谁是上帝的乙子 叫我信他呢 耶稣说 你已经看见他 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他说 主啊 我信 就拜耶稣 耶稣说 我为审判来到这世上 是 是 叫不能看见的 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 反核了眼 同他在哪里的法利太人 清见者话 就说 难道我们也核了眼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要核了眼 就没有罪了 但如今你们说 我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是上主的道 感谢上主 我们同来用这个我主众 去回应上帝给我们的恩言 主我们的上帝 是当赞美者 清重主 尊主在万有之上 永世无尽 主慰言的声明 是当赞美者 清重主 尊主在万有之上 永世无尽 在圣殿中的主 是当赞美者 清重主 尊主在万有之上 永世无尽 监察深渊 居于基劳拍间的主 是当赞美者 清重主 尊主在万有之上 永世无尽 坐在主国 保护住业 对 对 敌兄姐妹 我们今天在这个 特别的场合 一同去思想 上帝给我们的福音 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我们常常看新闻 常常看到政府和有关卫生局 开的一些新闻发布会 也听到记者常常问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按这些专家的估计 什么时候这个疫情才能够温和呢 我们的小孩什么时候才能够上学呢 我们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正常 什么时候 是一个前面要发生的事 是一个反乎盼望的问题 换句话说 这些记者代表着我们一般人 去问政府或者这些病理学的专家 我们是否真的有希望能够控制到这个疫情 我们的生活是否可以很快能够恢复正常 虽然回答的人总是说 因为疫情不断的变化 所以要过多一会儿再看看怎么样 人很慢慢能够知道未来 面对未来那种的不可知 我们心里面很容易产生焦虑 甚至有时会存亡 我们很渴望有人告诉我们 如今的环境 如今的困局 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解决 什么时候可以转危为安 所以从这个主日 一年五个主日 我们会思想一个讯息的题目 就是疫情当中的盼望 在今天的读的福音题里面 都有一个很绝望的人 是一个心里就盲了眼 失灵的人 当然今天失灵的人 有很多的社会的帮助 但是昔日 那个以劳动为主的 也都没有什么社会福利的社会来说 生来黑眼的人 就没办法好像正常人 这样去生活去工作 只能够放下他的尊严 在街上去克服 除了因为身体的残障 因为没有工作的机会 这个人感到绝望 他另一种的源头 绝望的源头 就是因为他 自己的罪疚 因为人的身体残障 就会被其他人 看为一种的报应 一种上天的惩罚 犹太人都不例外 他认为 这个人生来之所以失灵 一定是他犯了罪 所以得到这个懲罚 这个报应 甚至他父母都是 犯了罪 所以他的儿子就失灵 作为一个犹太人 我相信这个失灵的人 一定会曾经多番多次的 去祈求上帝 去医治他 当然日子一日的过去 他的希望慢慢变成一种的失望 失望慢慢变成一种的绝望 他收到黑暗当中 这种黑暗 不单止是物质的黑暗 更加是一种心灵的黑暗 因为他看不到前面有的希望 有什么的转变 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都看到那种的绝望 慢慢出来 我们看到疫情的形势 最初不是那么差的 最初只是在中国 跟着去到香港 然后慢慢从香港 又去到亚洲 欧洲 中东 最后来到北美 来到我们加拿大 来到温哥 我们又看到很多的物质缺乏 口罩 射纸 然后又看到这个股票市场 就是大赦 然后外游的人警告 然后出了去可能暂时回不了 然后从这个封关封城 到禁止聚会 从250人以上的集会被取消 然后到50人或者以上 下一步可能就是好像美国那样 完全不可以聚集 我们都好像身为黑暗 我们看不到前面 到底会怎样 怎样的 去 有转变 我们回去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看到 当大家对这个核子 用一种 审判 轻视的眼角 来去看它 但是有一位 他就 跟他的门徒这样说 他说不是因为这个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以至到 他得到这个残障 他残障是因为 要在他身上 显出上帝的作为 讲话的人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的大牧人 他说 这些困难 这些绝望 这个残障 是要显出上帝 爱世人的作为 他不单止 主动的 用泥 用口水 医好的人的眼 他更加在这个过程里面 去触摸 这个身上很多污糟的地方 但是他不介意 因为他要对这些受苦的人 对这个失灵的人 表达上帝的作为 上帝的怜悯 所以当这个核子被触摸 被医治之后 他经历了一种 真是前所未有的接纳和爱 爱使他坚强 使他重现对人生的希望 他起来反驳那些 指责耶稣是罪人的法力赛人 他说 罪人不是 我不知道 但有一件事我知道的 就是从前我是核眼 如今能够罕见 突然间 核暗变为光明 突然间 绝望变成希望 当然最后这个人 被这些宗教领袖 吐了一瓣 而且终于赶出去 相信 这个是赶出犹太的会堂 除去了他的犹太籍 他失去了人的接纳 大脚深深感受到 主进一步的怜悯 主耶稣听到他被赶之后 找到他 并且他表示 自己是上帝儿子的神圣的身份 更加邀请他 来上帝和好 那位他已经远离 那位他已经 看他为定他罪的判官的上帝 他如今 能够和他和好 因为 在他眼前的 就是他妻女的儿子 耶稣问 你信上帝的儿子吗 那个人怎么说 他说 主啊 我一信 就拜耶稣 一个很感人 一个很美丽的场面 一个人神符合的场面 一个人不再惧怕 不再疏离上帝 愿意去亲近他 愿意去 敬拜他的儿子 那个人心里面的黑暗消失了 他不再担心自己的前途 其实在前一段时间 从十一月开始 到三月头 我都经历了一个 很漫长 黑暗的路 一个在福康当中 尚尚感觉到 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完全的康复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回到这个时候的崗位 但是主愿问我 让我能够 真的每天透过 他的话语 得到坚固 他会带领我 他会为我预备一个时间 等于姊妹 可能你在这一刻里面 心里面都很多的困苦 很多的疑惑 但是不要紧 转向上帝 转向他的遗址 你必然会经历 他奇妙的大力 你的黑暗 必然会转为光明 在圣经里面 有无数的例子 其中我们熟悉的保罗 他经历了人生 很多的困难 就好像在他 侍奉主的路上 受鞭打 受棍打 受石头打 又遇到沉船 又失灭 又饥寒 又即身露体 心里面更加上上为教会的事寡念 如果是《高龙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至三十节 诗人的大卫 他说 他都经过死人的邮告 但是他和这个赫子 和保罗 和所有经历过的主的拜领的人 他们都说 其实 当和主相遇 当经历到他光明的时候 他们不再需要去问 为什么我的路有这么多困难 拯救什么时候会来到 因为 这个耶稣是西上的光 这个光在他心里面已经照亮 他们就经历了这个大牧人的带领 他在绝望当中仍然可以盼望 他就好像一个小孩 被他的父亲母亲拖大了 他不再需要惧怕 不再需要疑惑 因为一切都稳妥 阿们 弟兄姊妹 我们现在一同用这个使徒信经 来去认训 表白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耶稣基督 是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成人 从同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愚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 降至阴间 第三天復活升天 再再生的右边 将来亦要再来 审判活人死因 我们信圣灵 我们信圣意 公之教会 我们信圣徒相通 我们信罪得赦免 我们信身体復活 我们信永生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愿你的心灵同在 我们用祈祷 求主年文 求基督年文 求主年文 我们一同用主祷文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福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有的饮食 今日赐及我们 遥恕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遥恕得罪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请救我们脱离空恶 因为国度权并 荣耀 都善利力 从现在 直到永远 阿们 主要联敏我们 也施恩拯救我们 主要拯救我们的国家 也引导我们 就是公义和真理上 求主 使主所立的圣品人 尚有善意 也求主 使主的子民尚有喜乐 主要拯救你的子民 也赐福给你的子民 求主持平安 只有在主内才能平安度日 主要 叫我们不忘 既缺乏的人 求主使贫苦人 尚存盼望 主要 为我们做清洁的心 不要从我们收回你的圣灵 阿们 我们同用当日的足文 一起祷告 因此的圣父 你的圣子降世成为 赐世界生命的真正食粮 求你永远赐下 这个生命的粮 这样 祂就能够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都能够住在祂的里面 主耶稣与圣父 圣灵 一同永生 一同掌权 永为一上帝 世世无尽 阿们 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将害你慈爱的傍备 请求世人进入你的怀抱 求圣灵 求圣灵 敲灌我们 教我们 伸出慈爱的手 拜领人 形成你 经历你的爱 荣耀你的圣灵 阿们 如今 我请弟兄姊妹 在家中 或者在迎平前 提出你们的祷告 祷告 和感恩 全能的天父 我们为这个圣教会去祷告 求主 使 信徒 在这段时间 虽然能够聚集 仍然能够透过网络 勤守住人 仍然能够在家中 尚尚用读经 徒告 去亲近你 又能够 真是 去关心家人 与朋友 联络通讯 去爱伦舍 又求天父 纪念我们国家的元首 和各国的领袖 他们知道 如何设立政策 去输解人民的困苦 又求天父帮助 前线的医务人员 纪律人员 能够 真是在疫情当中 服侍 不会受到感染 也都透过他们的服侍 能够帮助那些困苦的人 患病的人 又求天父 医治 所有在这行 真是身体 心灵圆弱的人 又求天父 帮助 我们能够 真是上上 按着你自己的恩赐 真是更加的 去宽待 爱 和爱护别人 见证着耶稣的大慈爱 又求天父帮助我们 继续在这个地方 能够降传福音 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奉你爱自 耶稣给他命 阿们 我们又用这个求运 讨文 一起来祷告 全能的上帝 你已经施恩 使我们同心一致的祈祷 求主曾应许 若有两三个人 奉主的命 聚集 祈祷 主必同在 现今我们心所愿 口所求 若对我们有益 则求主成全 愿主使我们在今世通晓真道 来世得向永生 阿们 我们要众阳主 感谢上主 领受祝福 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 恩信将诸本的喜乐 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大能 能够大有盼望 阿们 丁姐妹 在李明平上面 都有些事项 请大家留意 从主日 到福活节前的主日 中之主日 我们都会用网络 举行主日的敬拜 中祖祷的形式 但是伯伯尊和王阿慧是怎樣呢? 我們就要等候儲教院的指示 還有,大家如果在這段時間需要教務的關懷 可以用電話聯絡我,或者是Chris牧師 如果大家在這時候需要對教會奉獻的話 也可以透過支票尤其方式 或者在網上或者應屏上 一個機構和信用卡去奉獻 在接下來的這段時間 我就會和大家分享一個信息系列 在疫情中的盼望 希望大家能夠在當中得到益處 我們要報告的是這麼多 如果大家想知道教會更多的消息 就可以在網頁上再報告的周刊 大家可以在這刻裡面安靜蜜蜜蜜蜜蜜以後 好,弟兄姊妹,我們下週再見 願主持平安靜蜜蜜